众所周知,太监是皇宫里侍候贵族子弟的人,因为男人不得进入后宫,而有些是女人又体力不足,太监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职业,所以一些人不得已进了身,入宫当太监,伺候这些皇族贵人。 德士的时候,太监的权力也是极大的,历史上有许多著名朝代最终都毁在了宦官的手里,所以千万不能小看这些太监的本领。 那么太监这个职业当然就还有用武之地,在溥仪退位的时候,皇宫里都还有几百名太监,在伺候这些末代贵族,孙耀廷就是其中之一。 孙耀廷是在1916年入宫的,当时溥仪早就退位了,但是溥仪的生活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,十分讲究排场。 孙耀廷也有许多规矩要学,起初他跟着一位姓孙的老太监学了不少东西,但是这个老太监一生也没有多少成就, 在太监里的地位不算高,所以他那些东西对于孙耀廷来说是不够的。 孙耀廷聪明,发现这个老太监再也不能教一些更有用的东西给自己,于是就把眼光放远一些,到处搜寻可以帮助自己高升的人。 这时候他发现宫里有位黎太监十分得势,平常就一直有机会伺候端康太妃这种上级人物,并且十分得宠。 孙耀廷觉得从他这里可以打开一条通道,于是找机会接近黎太监,给黎太监送银子,拍他马屁和套近乎,功夫不负有心人。 孙耀廷最终赢得了黎太监的好感,黎太监把自己许多宝贵的经验交给了孙耀廷,而孙耀廷也非常感激他的提携,把黎太监伺候得更加周到了。 有一次,孙耀廷在给黎太监换衣服的时候,从黎太监口袋里掉出了一块木板,啪地落在地上。 孙耀廷刚想弯腰去捡,没想到黎太监却眼几手快地把那个东西捡了起来,很快地塞进口袋里,样子十分神秘。 孙耀廷刚想问问是怎么回事,但是黎太监却轻描淡写地把他应付了过去,没有告诉他这其中的秘密。 黎太监的样子令孙耀廷更加好奇了,他觉得这块木板一定不寻常,于是他找了个机会带上韭菜去找黎太监,和他清清热热地过节。 黎太监看见孙耀廷对自己这么静心,自然很高兴,一高兴就喝了不少酒,最后喝醉了。 孙耀廷把黎太监扶上床上,从他怀里把那块木板子掏了出来,只见木板上写了南皮奶,铜八针等字样。 孙耀廷百思不得其解,不知道这些字代表什么。 第二天,孙耀廷去伺候端康太妃的时候,刚好见黎太监领着几个小太监,提回了郑明斋糕点、奶皮饼和铜仁堂的八针一亩丸等东西。 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,原来黎太监木板上的字是这么个意思。 原来黎太监怕皇帝交代下来的事情,自己忘记,就把他们记在木板上提醒自己,这样就不会错了。 孙耀廷学到这一招后,也如法庞治,果然办事就有效率了。 后来他还把这个方法交给了其他的太监,之后太监们怀里都带了一块木板,这块木板就是他们的记事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